去年的女拼世界杯上 代表美国出战的张安 以黑马之姿闯入了四强 今年24岁的张安 最新的世界排名27位 他是战胜了新加坡名将冯天威 晋级八强的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梦 首次与张安交手 开局并不顺利 面对对手速度快 前三板能力强的特点 陈梦一度处于被动 比分一直胶着到八平 陈梦凭借连续的正手短球 在第三板发力接连得分 以11比8拿下首局 我觉得每一局其实并不轻松 我觉得其实在每一局 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些这种起起伏伏吧 但是在场上最后 能够及时的这种去调整 还是算不错的 第二局逐渐适应对手打法的陈梦 加强了攻击 用线路变化调动对手 侧身正手攻球的威力显现出来 他以11比6再下一成 与张安相比 陈梦的技术全面 相持能力和单板质量 都明显高于对手 越打越顺的陈梦11比3 顺利拿下第三局比赛 第四局比赛 两人一度站着9平 关键时刻 陈梦的技术和经验 都明显强于对手 他连得2分 11比9战胜对手 大比分4比0取得胜利 顺利晋级4强 11比9战胜对手